所以你说这句话的意图是什么 没有什么目的 只是想说表达那时的心情那时的意思 哦那你的意思是说 你跟娟子之间真的只剩下清醒了 而没有爱情了是吗 就是这样 我就知道你今天会来的 你会选择我的对不对 你那么喜欢我 咱们两个在一块那么开心 你干嘛 你放开手 你弄疼我了你知不知道 这有没有素质 我就是没有素质 他已经不爱你了 他现在对你只有亲情了 你还不明白吗 是这样吗 你告诉我 是不是认我跟之前只有亲情了 没有爱情 是不是像他说的那样子 你说你别逼人 让自己选择好行吗 好了你这样别逃了 你这样逼人有用吗 别逃了别逃 我知道你现在挺难过的 我知道你付出了那么多 别咱好好说行吗 你别哭了 我知道你付出了那么多 你现在很难过 但现在你们只有亲情了 你以后想要什么我都可以给你好吗 你给我什么 你给我什么 你说我倒是很想听 你能给我什么 你放手吧 为什么你要给我什么 我为什么要放手 我可以帮他给你的 给我什么 因为他现在已经不爱你了 他怎么就不爱我了 你说话呀 你别逼他行吗 真的只有亲情没有爱情了吗 你哭有用吗 来别伤心我也给你一点 要吗 擦擦你的眼泪吧 我要是你 我就不哭 人家都给你擦眼泪了 有什么好哭的 这气势不已经在我们这边 好 接下来 我想把红利刚才问 娟子的几个问题 来问孙琪 孙琪你听好了 你是娟子 我是红利 我来问几个问题 你娟子有什么 我有城市户口 你有吗 请回答 我有孙琪 好 我有醒赫的家势 我能让你想要什么就有什么 你娟子什么都没有 一无所有 你凭什么跟我争孙琪啊 我有孙琪 你看我们俩在一起能比吗 你看我的身段 再看看你的身段 他要的并不是这些 原来你是还是比较了解娟子的 但你干嘛要去跟别人看电影 干什么 那段时间 红利对我特别照顾 她是一个好姑娘 因为那段时间工作落差 我静静对她有了好感 我也克制不住 当时自己的那种想法 就陪她去看电影逛街 静静的产生了一种喜欢 你有没有过动摇 是因为红利的家事 这倒没有 因为我喜欢的是红利的为人 她的性格 那你今天来是干什么 告诉他们我的选择 好那接下来我把舞台交给你 你就把你真实的选择和话语告诉他们 好 接下来是他们三个人的告白时间 孙琪 你今天来 我觉得特别开心 我知道我身上有挺多不好的地方 我爱耍小孩子脾气 你知道的 我是嘴硬心软的那一种 我就是再不好 我也真的就是我太喜欢你了 我是因为喜欢你我才这样的 我不管别人怎么拉我怎么说我 我知道 我都懂你 你只是 少了一个机会 你那么有上进心 如果咱们两个在一起 我不是因为我的这些 而让你选择我的 我就真的是可以帮到你的 帮到以后我们一起努力不可以吗 我不是因为物质才留住你的 你别拒绝我好吗 我知道 你觉得 居然能对你付出了那么多 你不忍心伤害他 你想让我咱们俩在一块那么开心的 你拒绝我好吗 我不让你来 为什么还要来 好 对 对 对 我 不是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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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